圓形圖,假设我希望放在哪里,就放在M3这个地方 然后宽跟高一直都300 300,就放这边 如果我们需求是这样子 那可是如果你程式不会写,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方法我刚刚讲过 就是你可以透过什么? 就是录制聚集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直条图已经做好,可是圓形图没有,那怎么办? 没关系用录的,那录的话特别注意 大概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你在录制之前,也许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我前面有讲过就是 你确定你的动作OK之后,你再开始录制 那我大概说一下步骤啦 那第一个 如果你要录制之前,一定要把游标放在你的资料来源 当然你不用这样选起来,你直接游标放在这个范围 他就会自己去抓到 他要会识的那个,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一,理论上游标放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二的话呢,你就在这边 录制一个聚集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你稍微 看你有需要改,如果你不改的话 也许你就用预设的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有聚集一 那也许这个就聚集二啦 OK,按确定 把它取代掉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 把那个步骤完成 第一个是插入什么 圆形图 OK 好 那至于位置 先不要动它 大小也不要动它 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 自己去修改那个程式的参数 然后 所以一,你就先把那个图先加进来 OK 那第二个,这个地方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需要增加那个标签 还记得吧 我们这个标签 上面 它原来是长这样子 可是呢 它的缺点 就是说呢 它上面 没有一个标签 让我们知道说哪一块是哪一块 它只有旁边有个图例 可是其实你从图例看到颜色 其实 虽然也不麻 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问题就是不方便 所以如果想要修改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记得按右键 新增什么 新增这个 资料标签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再到这个标签上面点一下 按滑鼠右键 那个什么 资料标签格式 那格式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让它产生什么 它的类别名称 跟它的百分比 然后把值取消掉 OK 然后并且呢 把它的这个位置改成 标签位置改成中年外侧 那这样的话呢 这之前好像有做过了 那再来最后一个动作呢 就是 把中山区要凸显出来 我希望把它炸开 所以这个 其实它专有名叫炸开 那炸开的方式的话 第一个就点一下圆形 好 第一个先选 全部 第二个的话呢 再选中山区这个区块 OK 点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点中山区 第三步的话呢 就是往外拉 这样就出来了 OK 好 那我们基本上就完成录制了 其实基本上 大概就是什么 一把游标放这里面 插入那个 圆形图 二的话呢 就是产生资料标签 第三的话就是炸开 OK 大概这三个步骤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 聚集录制部分停掉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的到底增加哪些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我刚录制了我没有改名称 也许叫聚集二吧 然后呢把它按编辑 这个时候程式就出现了 那 基本上呢 我们 主要可以修改哪些地方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当然 上面这个注解我的习惯是把它先删掉 那删掉之后的话 主要呢 我们可以改几个地方 它就可以放在它应该 放的位置 第一个的话 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那个 At the chart 2 这个 第一行程式里面 刚刚的话呢 除了说 它的这个图形的形态之外 其实后面 还有四个参数很重要 哪四个参数 第3跟第4的 就是说 你这个图 将来要放哪个位置 目前它是放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对 那我希望它能够将来放的位置在这里 就是 M3的左边跟右 跟上面 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点 OK 有点类似像这样 我们移动把它移动到这边来 可是这个是我用滑鼠去移动 那将来如果说你要程式去改的话 这个就要 录完程式之后 你只需要在这个后面 加上 两个参数 位置的部分 就是叫什么 Range 然后指定它哪个除尘格 就M3 那第1个参数的话 跟他讲说 我要的放的位置 是在 他这个M3的 左边的这条线上 就LAT 第2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M3的上面那条线 所以你可以再把这个M3复制 够点完之后 然后点一下 改成TOP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移到这个位置 所以特别注意 只要 如果你要移动位置的话 只要在这个后面加上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LAT 一个参数是TOP 那将来他就会放在这个点上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再加两个参数 到底 这个图多大 逗点 我希望呢 他的宽是300 他的高也是300 OK 好 这样的话其实就改完了啦 所以录完之后 我们再 增加4个参数 接下来 测试看看好了 试一下 所以你怎么试 直接直接 游标放这里面嘛 把它RUN一下 看一下他位置 会不会 就是直接放在这里 OK OK 有没有 是不是M3 没错 宽跟高 刚好就300 300 好 所以基本上 第1阶段呢 我们就改出来了 但是这边好像还有一些地方 不太OK的 包含哪一些 第1个 上面的标题 其实我希望跟这个一样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这边的程式复制过来 第2个的话 底下这个不要 这个叫什么 叫Legend 所以刚刚有讲过 如果你要把Legend关掉的话 它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HasLegend 你可以把它关掉就可以 所以 这边 上面这个东西 怎么把它去掉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上面这个Title 怎么增加上去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刚刚有写过嘛 所以其实 如果有写过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OK 不过底下 我们这个程式 录完之后 我大概刚刚就改了 这两个 这 等于是4个参数 加这个东西而已 其他没动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的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来完成 录制的话 这个我想前面我们有做过那个 有关圆形图 的 记得 就是加上去之后 我们还有另外 两个重点 一个是 产生那个资料标签 并且 把他的标签位置 放在外侧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把那个中餐区的部分 等于 有点是 那个专业名字要炸开 把它炸开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用录制聚集可以产生对应的程式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